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 30分钟一起掌握两岸新闻时事焦点 我们知道台湾经济是以出口为导向 自然就需要致力低关税 还有提高我们的产业竞争力 但是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两大经济体的竞争之下 加入区域还有国际经贸组织 近年台湾可能就得做出选边的抉择了 好 我们提到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我们留意到美国总统拜登 他提出印太经济架构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已经对外公布相关的文件 大致是勾勒一些内容容容阔 包括有数位经济 还有相关连结 强化科技供应链阵性等等 当然我们台湾已经表达了参与了议院 而在上周也获得200位跨党派 美国众议员联名致函 拜登政府呼吁邀请台湾加入 印太经济架构 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是在隔天就美东时间3月31号表示 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邀请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架构 不过美国为何推动以经济为主轴的新架构呢 未来可能会如何来运作 台湾有机会纳入成员吗 那么如果加入之后呢 对我们的产业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 国际处区域经济研究小组主任 徐俊斌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主任你好 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就直接切入这个时间点 就是说怎么样来解读美国总统拜登 他在去年11月他抛出印太经济架构 之前当然有提出印太这样的发展的方向 比较属于政治面的 那台湾也都表达了 我们或许可以从多面向来进行一些合作了 那这个时机点跟思维主任 您怎么样来观察呢 有关于美国所提出来的这个印太经济架构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承袭着美国一开始所提到印太战略的 这个整个大战略底下 有关于经济的部分来做一个推出 我想美国他在拜登政府在推出这样子的一个 印太经济架构这样的一个经济贸易上面 政策思维呢 其实他也不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他们才构想出来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 其实在奥巴马总统时代 不管是在希拉蕊当国务卿 或者是John Kerry他在当国务卿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大概多多少少 针对美国他在印太地区的一些相关的想法 都有提出来一些计划一些策略 不过当时是比较着重在一些能源啊 或者是一些基础建设上面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对照一下当时美中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 当时中国他们是积极在推动一带一路的一个相关策略一个计划 所以美国当时也就有提出了这样的相关的构想 包括那时候一个名称叫做印太经济廊造 倒是还没有这么广泛这么具体 那接下来其实在川普担任总统以后 美国就一直以美国为优先的这样一个经济跟贸易的战略 不过当时川普他是采取这种单边主义为主 其实最具体的就是美国一直要 掘取他们自己本身在经济贸易上面的一个利益 所以他们推动跟日本啊韩国印度等国这些双边贸易协定呢 都是希望说从中来获取对美国更有利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利益 那现在在拜登政府推动的架构底下 他就跟过去川普执政四年那时候是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看过很多的评论就是说 对于川普政府他在过去的四年里面 其实让美国跟美国他的盟国之间的一个关系 跟过去是大不如前 许多国家也因此对于美国的这个不信任 而推出的自主独立的一个贸易政策 包括欧盟的部分 所以呢在拜登政府开始执政之后呢 他就开始恢复跟他们所谓的盟国之间的一个外交 包括欧盟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然后这个日本澳洲印度 来进行四方会谈等等 其实这一整个相关的一个架构呢 其实从拜登政府一上任一直到去年十月 然后一直到现在正式的提出来这个印太战略架构的一个model 其实大概都是有迹可循的 是 那么美国总统包括之前的欧巴马 还有之后的川普到现在的拜登政府呢 我们可以从所谓的重返亚洲或印太战略到现在 当然也有人说 是不是拜登政府延续川普政策之后呢 也是在强化有个强化版哦 但不管如何 这是一个经济面向的一个推动哦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 就像刚才主任所提到的拜登上任之后呢 力推四方安全对话 澳英美联盟 还有这个未来实现的印太经济架构 似乎呢 这所谓的三大支柱是可以期待的 那么谈到这里呢 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也会在想 这几年看到川普在位期间呢 他退出了很多国际的组织哦 像刚才主任就有提到 因为他比较属于踩这个单边的策略 没有多边的这个机制哦 所以2017年就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当然现在我们所谈的是CPTPP 美国在那个时候是退出TPP啦 但是以后来以日本为主导的 只是说如果重回这个CPTPP 是不是就会对应 或说就不要再推一个印太经济架构 还说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太简单了 美国的思维可不是这样 是有关于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大概也可以回想一下 当时欧巴马总统在推 就是CPTPP的前身 我们简称就是TPP 其实我们一直说 它是一个高标准 在这个相关的经贸规则上面 非常严格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不过最后我们看到CPTPP 它最后的一个成型的相关的一个内容 当然TPP它现在的规则 它的一些贸易的一些规范 在现在全球的FTA来讲 它还是非常的高标准的 这是你有问题的 可是对美国来讲 它想要推动的是 比较符合美国自己所谓的高标准 因为当时在谈这个谈判TPP的时候 美国为了让很多的国家能够参与 所以他们有做一些让步 那这样子一个让步呢 其实也就跟美国当初所设想的 更高的一个标准就会有所差异 所以现在美国拜登总统执政了之后 他就认为说美国他应该要继续来推动 那样子的一个高标准的经济上面 还有贸易上面的一个规则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拜登政府 他在面对川普那时候的一个竞选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美国民众 对川普是给予支持的 那拜登政府他为了能够延续民主党 他在这一次胜选之后 后续的执政上面的优势 而且在今年年底 也会有这个美国的中期大选 那他为了能够在维护美国民主党 他在美国内部政治上面的一个优势 第一个他没有办法去宣布说 他要重返CPTPP 因为川普当时他已经否决了 那美国重返 其实对于美国的一些经济利益来讲 国内的一些选民或者是一些产业 一定都会有一些维持 那因此拜登政府他们就转另外一个政策的一个角度 来推动印太经济架构 那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 印太经济架构跟CPTPP 它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CPTPP它还是有包括这个市场开放 也就是免关税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则存在 那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规则 对于美国的一个贸易来讲 它并不是绝对具有优势的 就等于是说美国它必须要开放自己国内的一些相关的市场 那来换取它的一个高标准 如果美国它决定要重返CPTPP的话 可是今天如果美国它在推物块经济架构这样子一个政策 从这个这样子一个方向来做推动的话 它可以只去推动它想要推动的高标准的贸易规则 它就不需要去开放市场贸易 过去跟现在大概有这样子一个区别 不过现在包括这一阵子 USDR的戴琪 它也有在美国国会做一些听证 那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说 不管是美国国会或是美国企业 甚至有一些部分美国相关的专业人士 仍有声音向政府来游说说 认为美国仍然应该要以这个市场自由化来吸引印太的国家 毕竟美国它是一个全球很重要的消费市场 印太地区的这些国家也都很需要说 自己本身的商品能够进到美国的市场来 那他们就希望说 美国政府能够在这个市场自由化上面 来搭配美国现在要推动的印太的一个经济架构 它的一个高标准的一个相关的贸易规则 能够彼此来搭配来推进 而不是单单的只是推 他们现在拜登政府所制定的 这个印太经济架构的相关的内容 好非常谢谢主任为我们所做的专业的解析 谈到CPTPP台湾还有中国大陆都在去年 大概同一时间都提出申请 这也是在台湾的我们也会关注一个焦点 那比较CPTPP跟印太经济架构自然有些不同 刚刚主任也帮我们点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有没有开放美国市场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也是可以来观察的 就是说我们看到根据白宫二月份所公布印太战略文件 印太经济架构是一个高标准的贸易行为 没有错跟CPTPP都是一样 但是戴琪就说目前还在建制当中 就所涵盖的面向 包括数位经济数位连结 科技供应链韧性等等 减碳还有捷径能源 还有基础建设投资等等都是 那么如果以区域经贸或多边协商机制来观察 目前大概推估可能会是一个对话平台而已 或者说规范的一个贸易组织 它的运作模式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样态呢 从美国现在相关的一些政策讯息来看 就是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它应该不会是一个多边的经贸协定的方式来做呈现 那当然现在因为美国也积极在运作 有关于WTO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相关的改革的一些动作 所以呢美国应该也不会把印太经济战略 把它另起炉灶弄成一个国际的经贸的一个组织的方式来做一个推动 那我们从过去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讯息来看 它比较会具有可能性的就是说 它会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 然后是由美国所主导的一个经贸架构 或者是一个合作机制 那重点其实就在于说美国它未来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多轴多线的一个 经贸架构来掌控全球的一个经贸发展的一个脉络 那它的合作对象就会依据每一个国家 它在经贸还有在产业上面的优势 或者它的一个不同点来跟美国洽谈这个参与其中的一个可能性 那如同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就是现在美国大概会从几个面向来提出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它的一个相关的模式 第一个面向就是面对这个气候变迁 美国会从减碳跟捷径能源的一个相关政策来着手推动 目前最具体的是美国跟欧盟 过去他们在这个钢铁的相关议题上面其实有一些冲突存在 可是现在也已经协商出来了 要透过这个全球永续钢铁安排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架构来推进 彼此之间的一个合作关系 那美国也希望藉由这样子的关系能够来确保美国在这个产业上面的发展 跟他的一个就业机会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数位经济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美国其实是比较在意的是 数位经济相关的技术标准法规 还有安全规范上面 推进的方式呢 它就会是结合现在已经存在的五眼联盟 然后拉近欧盟日本还有我们台湾 来成立这个数位技术贸易联盟 然后也会跟印太区域的国家来建立 数位连结于网络安全伙伴关系 也就是DCCP的一个部分 那希望透过这样相互的连结的来完成美国 在全球数位经济上面 它的一个主导相关规则的方式 那也是有关于供应链的部分 其实供应链的部分跟美国过去几年 这个所执行的美中贸易战 技术战之间彼此是连结在一起的 那美国在这一段时间也发现了 美国他们其实最需要确保的 在是在信心科技上面的一个推展 所以近期呢大家就可以看到 跟发现尤其美国国会 透过很多的法案的一个制定 来确保尤其是在这个半导体上面的 一个美国供应链的一个连结的一个部分 第四个部分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就是美国希望透过这个议题呢 来建立美国在经贸上面的最新的一个价值 那它就是建立重视劳工权益的一个产业供应链 那美国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产业发展 跟劳工就业的一个机会的一个确保的方式呢 来建立全球的一个劳工的标准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之下 来形塑印太经济架构呢 大概是美国现在最主要推动的几个方向 好非常谢谢主任您的说明跟解析 未来的运作模式呢 可能就是一个多轴线多面向的推动 那未来会有哪些国家参与 那么台湾是不是可能会纳入成员 刚才主任其实有点到应该是蛮有可能的 当然我们看到美国在推阵的政策 我刚有提问说为什么不重返CPTPP 好像听来都有不同的执政者的这个政治考量 好我们了解的美国推动建制印太经济架构 实际跟思维目的跟未来可能的模式 之后稍后节目后半阶段呢 我们再继续请台经院国际处区域经济研究小组主任 许峻斌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 节目稍后回来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岸ing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到台经院国际处区域经济研究小组主任 许峻斌来跟我们特别解析 美国在去年所抛出的印太经济架构 台湾有意愿来参与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推动模式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那么在美国这样的思维之下 大概有哪些成员可能会纳入这样的架构当中 应该就是他的所谓的盟友吧 是的 确实都是美国当然一定是要寻找他的盟友 因为美国拜登政府就一直想要 一反过去川普执政的单边主义那样的一个形式 希望说能够借由这样的印太经济架构 能够把他在印太地区的盟友把距离拉近 有哪些国家会来参加 我们大概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是比较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 因为拜登政府他其实在去年上任之后 在他的第一次的外交政策演说当中 他其实就已经明确的指出来说 美国的竞争对手是包括了中国跟俄罗斯 那这样子一个论点呢 其实在去年的这个八月份左右 美国退守阿富汗的过程当中 其实拜登政府也再度的提出来 所以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或者是印太战略 其实既然他是从印太的角度来看 而且是从海往路的方式去做一个相关的包围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去直接推测 他的直接的这个对手 当然就是中国跟俄罗斯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从海到路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些国家有哪些会是美国的盟友 其实大家大概也都猜得出来 那我们另外一个从经贸层面来看 美国他是想要借由不管是在供应链体系 或者是在劳工标准 或者是在这个创新经济 室位经济甚至是气候变迁减碳 节能的这些议题上面 来跟他的有关于Light-Minded 就是共同意念的这些国家 来共同建立一些 他的多边的合作的架构 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美国他会是多轴 然后多个面向 是每一个国家他在不同议题上面的一个差异性 来邀请这些国家来参与 所以我们从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美国他也特别注意到 各国在不同议题上面 他存在有差异性 所以针对这些不同的议题 他会邀请不同的国家 那藉由这样一个求同存异的方式 也可以确保美国在全球总体的一个发展上面 他的领导者地位 是那接下来就关注我们台湾自己本身 那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架构的成员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在美东时间3月31号 针对是否邀请台湾参与 没有正面回应 其实2月份的时候 媒体关注了这个回答也是一样的 他在3月31号是表示 印太经济架构是还在制定中的架构 必须反映所有人跟利益相关者的观点 美方正与有兴趣参与架构的各方进行对话 但是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 再来我们看到媒体报道 美国参议员梅南德兹指出 如果排除台湾将会错失良机 那么在美中贸易战影响之下 还有美国现在所想要推动 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这个多轴多面向的 有很多的产业面来看 台湾是不是有可能在 好如果用取代字眼 或许不是那么的妥事 但是暂且先用它 取代中国大陆成为经济产业 供应链的机会是否大增 事实上在之前 TIFA各方面的一些对话 就好像有触及到供应链韧性 不晓得主任你怎么样来看呢 有关于台湾被纳入这个架构的一个成员的机会高不高 我想机会应该是不小 甚至可以说台湾本来就在这个架构里面 我们从我们刚刚所说明的几个 未来美国会推动的一个议题来看 我想台湾要被排除在这个整体的架构之外 排除是不大的 那成为成员是机会不小的 我想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它是一个战略体系的一个架构 它不是一个国际协定的架构 所以在台湾参与的上面 它就比较不会有这种主权上面的问题 需要去厘清或者是要去进一步的协商 那台湾的参与呢 其实也符合美国的一个政治经济产业上面的 利益 然后还有在美国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开放的价值里面 其实台湾也是符合这样子一个标准 所以美国将台湾纳入 我想是可以预见的 可是重点就是在于说 台湾纳入这个战略架构 要多清楚的呈现 这个也就是美国应该会去进一步考量的 那也就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不管是这个戴琪所回应的 或者是这个美国相关专家所提到的 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 那从美国的官员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呈现来看 其实我们大概也可以想象的到 预测未来台湾参与这样子的印太经济架构 应该是没有问题 只是说我们是不是会有被明确的讨论到 甚至就从我刚刚所提到的这样子一个架构 它是一个多轴多面向的一个呈现方式 它可能会是一个多边的体系 可是它也有可能会是一个双边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那它如果是透过双边的话 其实美台现在一些双边的一些对话 其实也就是在这个整个印太经济架构里面 慢慢的推进了 那再来是有关于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是不是取代中国在这个整个产业链上面的 我想毕竟中国它还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制造工厂 跟它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消费市场 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呢 其实对于全球现在的一个影响力 大家应该也还是可以看得见 包括这一次上海因为COVID-19的 这个疫情的再度的爆发 那全球就开始关心 这个整个全球产业的一个供应链 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那另外还有就是美国的官员呢 最近接受访问他们也提到了 就是说其实他们也并没有想要把中国排除在外 只是希望能够把跟中国之间的一个互动 去重新思考 重新做一个安排 所以我想中国因素 它在整个美国的印太经济架构里面 甚至是印太战略的一个价值里面呢 中国因素是绝对存在的 可是呢 自由开放民主的美国价值 这是中国所没有的 可是台湾是有的 所以台湾是绝对无法被忽略的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中国因素还可能会影响到 不只是台湾 它可能会影响到印太区域的其他国家 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其实可以从最近的一件事情就可以来观察 就是美国跟东协国家 原本在今年的三月下旬要召开高峰会议 可是却因为这个安排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有所延宕 那这里面当然背后也还有很多因素存在 那接下来这两三个月 应该就是美国印太经济战略 要如何来涵盖东南亚的哪些国家 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期 那这个是中国因素 它可能会影响到的几个面向 是 看来美中还是抗衡到 虽然美中贸易战 也许现在美国也在思考 在这个加征关税之外 是不是未来对中国大陆 会不会是有投资方面的一些限制 或说贸易战会有不同形式开打 也是相关的 当然刚刚主任有提到很多中国因素 我们可以持续来观察 刚刚你又提到一个重点了 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 那是不是可能在加入这个美国方面 他要把你纳为成员 他们又会怎么样做出决定 我想这个都是可能 我们现在看起来都是一个观察重点跟变数 好 最后还是回到台湾身上 我们再来看 我们加入几率应该蛮高的 但是我们一方面也希望美国方面能够把他们推动的模式给确立出来 到底要跟台湾谈些什么事 双边的或多边的 或说有哪些产业 然后提到产业面的话 如果说我们要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有哪些的产业可能要预作准备 就从我刚刚所提到 印太经济架构 它不会是一个国际协定的一个形态 那美国目前呢 他也没打算以市场自由化的条件来寻求 他的一个合作伙伴来开放市场 他最主要就是希望透过一些法规的一些高标准的规范 来能够跟这个印太地区的一些国家来进行合作 那从这个角度进一步来看 我们刚刚包括我们提到的 数位经济的一些标准 安全性劳工标准 然后在这个排碳标准 然后还有供应链上下 有是否符合美国 他的一个相关的要求 尤其比如说 美国一直对于新疆劳动相关的条件的一个要求等等 会进一步影响到的就是 技术的输出的限制 然后还有产业公司治理标准的一个透明化等等 因为他已经不是市场自由化的部分 他是比较是法规 或是公司治理层面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国企业呢 未来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会面对更多的一个美国 他的一个所谓的规则标准的一个要求 希望能够对于我们本身的企业去做一些调整 那这个部分就会反映在整个生产供应链上面 那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 我想中小企业要去调整符合美国他所谓的经济贸易的标准的话 一定有他一定的难度 所以呢我们也建议说 政府未来或许可以从这个层面 来进一步的多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资讯 或者是拟定一些辅导调整的一个措施来协助我们中小企业 来去符合美国他所制定的这些标准的一些规范 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要去跟美国所领导的这样一个全球供应链去做连接 我想对我们企业来讲 也会有更多商机上面的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去寻求 没有错 要把这个标准给定定出来 让我们的业者能够有所遵循来做一些调整 当然美国也要打开他的市场 这个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当然我们不能够错过 也希望藉由打进这个市场来提升台湾产业的竞争力 我想这是我们会努力的 有关美国推出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未来会怎么样来推动 那么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或许我们也可以秀得到美国 除了因应冲击持续就经济对外经贸政策上 跟中国大陆贸易战也是我们要持续来观察的 所以美中可能还是持续这个对抗议之下 怎么样来观察这个印太经济架构的建制推动 台湾应该是有机会来加入 加入之后又会牵动哪些影响 我们在今天非常感谢台湾经济研究院 国际处区域经济研究小组主任 徐俊斌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主任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华丽姐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孔中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